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相似 寻差异 在韩国寺庙里头 尝任何东西都只能用这个无名诀 从佛教到儒学 一些重要场合 还是都能看到汉子的身在 司同园 见独特 访韩一 赏词器 从传统到当下 王鲁香便访韩国最顶尖学者 一双慧言 深度解读 相见韩国 文化大观园特别奉献 连续六集 敬请关注 2018年的2月9日 第23届冬奥会开幕式 在韩国平昌拉开帷幕 开幕式不仅展现了 一个现代的韩国 同时也兼顾传统 并专注于韩国文化的独特性 其中火炬台的设计灵感 就来自于从朝鲜半岛出土的文物 白瓷满月花瓶 这里是世界第六大博物馆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 这尊白瓷满月花瓶 如果大家看过了 平常冬奥会的开幕式 激动人心的 点火炬的那一个瞬间 应该对这一件陶瓷 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为冉冉升起的 那一个巨大的那一轮明月 就是这个瓷冠 这个瓷冠的话 其实造型非常的简洁 上头也没有其他多余的文饰 包括右下的青花和铁锈花 都没有 但是就是这个简洁 就是这个圆圆的饱满的造型 代表着韩国人民 对一种圆满的生活的一种向往 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里 有三个巨大的展厅 分别陈列着高丽青瓷 粉青沙季 以及朝鲜白瓷 韩国是继中国之后 世界上第二个制造出 陶瓷的国家 所以从陶瓷中就可以看到 韩国文化的面前 这是一只生产于18世纪 朝鲜时期的一只白柚青花冠 我们看上次的图案非常有意思 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很亲切 因为除了上面画的这一个在鲜花盛开的春天 枝头小鲁明教这样一个非常和平的景象以外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还有几个圈 每个圈里头都用楷书写出了一个汉字 其实一圈就是家和万事圣 我们中国人现在写春年都喜欢写家和万事兴 他这是家和万事圣 兴圣其实是一个意思 公元十世纪 韩国就开始制造青瓷 即盛时期的高丽青瓷 发色亮丽 幼稚 盈润 代表着高丽王朝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准 它的制瓷技术 虽然来自中国的唐宋时期 但匠人们将有着鲜明个性的高丽文化 与制瓷技术相结合 烧制出了世上独一无二的高丽青瓷 然而高丽青瓷在朝鲜半岛上 鼎盛了几百年 随着王朝的更替 在十四世纪逐渐销声匿迹 青瓷逐渐被粉青杀器和白瓷所替代 为什么在我们朝鲜半岛这个地方 会把青瓷给放弃掉 然后开始重视白瓷 而且最后是整个皇室全部用白瓷 白瓷取代的青瓷 这是怎么一回事 都强制将或对于清瓷元 白瓷 allora 因're召喚的 北封年 我们就是在十四世代的 中卶火之后 后 beginning 加入滑治时 清瓷元金同时 装 原来 中占 和 当然,在他被制造成理学国家的处理学 有很多的公司,但是它有很多百姓的 其中一个百姓 百姓的纯粕是像那样的 靠近的 那是 rights 文文字 所以我们在这个下 百姓的徐立 白瓷與青瓷等其他瓷器相比 堪稱技術水平最高的瓷器 白瓷洁白的右色和素雅的形態 代表了朝鮮王朝所追求的儒教理想社會 完美地契合了當時士大夫們的思想和生活 可以說朝鮮白瓷是反映王室品味 和士大夫格調的一面鏡子 有時以為大夫格調的大夫格調的 川島有時代化 並有時代化破壞的 王室品味道 由於不時代化 大夫格調的大夫格調的 因為王室品味道 以此為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学校内的建筑物是不允许游客随便进行的 但有一座博物馆是对外开放的 碗里就收藏有精致的白瓷 梨花女大白瓷研究专家张南元讲述了这些白瓷的来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龙是明代的龙 这个龙不是清代的龙 这个特别像明代宣德年间的龙 只有宣德年间的龙才是这么的威猛 而且宣德时代的龙 包括整个明代的龙 这个后面的这个法 是这么往前面造过来的 到了清代都是往后面变过去的 白瓷生产的机构思雍院 它的下级机构尊院就是关尤 刚开始的白瓷似乎质量也不是很高 到了后来18世纪 特别是到了19世纪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19世纪的这种白瓷 它的无论是它的这个胎 它的幼还有它幼下的清花的骨料 都可以和我们中国 和它相比美了 那么这个中间有个大概 三四百年的发展 这三四百年的发展 明显看得出有一个 技术不断在推进的过程 那么这个是什么东西在支持 这样一种技术的推进 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조선도 말씀드린 대로 그런 관여 제도가 가장 중요한 원인이 됐다고 볼 수 있습니다 원료를 어디서 가지고 오느냐 또 어떤 장인들로 어떤 작업 과정을 운영하느냐 그리고 또 문양은 어떤 문양을 어떻게 집어넣을 것인가 하는 것 일일이 왕실에서 관여하고 또 분원에 감독관을 파견해서 모든 공정들을 감조하게 했거든요 그러다 보니까 조선 초부터 그리고 그 제도가 초기부터 말기까지 지속되었기 때문에 그 같은 발전을 끊임없이 이어갈 수 있었을 것이라고 봅니다 그런데 그것뿐만이 아니라 조선 중기 한 17세기 이후에는 왕실의 그런 이제 고급의 백자들을 본 부유한 계층이나 또는 귀족들 관료들 이런 사람들 사이에서 왕실 백자 같은 그런 고급의 백자를 가지고 싶은 열망이 일어났겠죠 그래서 굉장히 남몰래 분원에 그런 도자기를 요구하는 사람들이 많아졌습니다 왕실에서도 또 그런 상황을 보면서 도공들의 좀 생계를 좀 더 원활하게 유지하고 약간 융통성 있게 운영하기 위해서 민간에서 요구하는 도자기 생산을 이제 허락하게 되는 것이죠 그러다 보니까 처음에 왕실만을 위한 백자에서부터 시작해서 좀 더 고급한 수요층을 위한 다양한 백자 즉 소비자가 요구하는 여러 가지 문양이라든가 또는 디자인이라든가 또는 다양한 용도 예컨대 문방구라든지 이런 다양한 용도의 백자들을 더욱 많이 생산하게 되거든요 그러다 보니까 지속적으로 백자의 제작 양이나 또는 품종 같은 것이 늘어나고 질도 계속 향상되었다고 볼 수 있겠습니다 이곳은 한국이 但相似 尋差異 在韓國寺廟裡頭 藏任何東西都只能用這個無名訣 從佛教到儒學 一些重要場合 還是都能看到漢字的身在 司同元 見獨特 仿韓一 賞瓷器 從傳統到當下 王魯鄉辯訪韓國最頂尖學者 一雙慧嚴 深度解讀 相見韓國 文化大觀園特別奉獻 連續六集 敬請關注 1975年5月 在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海域 發現一艘中國元代沉船 考古隊員從沉船裡 發掘出了兩萬多件青瓷和白瓷 考古專家認為 古代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 很早就共同組成 東北亞海上貿易圈 新安沉船就是一個最好的見證 此時中國白瓷 已經影響著韓國白瓷的生產 在元代的時候 錦德鎮生產了一種純白瓷 叫做我們中國叫做舒服瓷 也叫舒密府 是專門供這個元代北京 它那個一個中央的一個軍事首老機關 用的一種定制瓷 那也是一種官藥瓷 是純白的 我估計就是可能我們這邊的白瓷 是受到了這個東西的直接影響 但是我們這裡白瓷底下還有青花 在右下有花的這個青花 我們這個青花的這個 用的這個青花好像和我們中國的也不太一樣 它比較的淡雅 我們的青花的骨料是從哪來的呢 超馬的骨料是… 白瓷底下是… 日本我的剃骨料是… 超馬的骨料是… 你像瓷底這個… 是… 我讓acie面尋為了 我的骨料是… 白瓷底的那種都是… 一坊營績的地方 我師事業是… 那種人知道 那一個是… 我們這裡是中央骨料 是… 初めて… 那些华白者是中国的特性 在这些白色的生产有很多是上彩的 都是右下彩的 包括有青花还有右里红 还有前面青花右里红 你看这个右里红画的是葡萄纹 这个非常的血液跟中国的水墨画的血液 徐清腾画的葡萄有神似的地方 这个发色也非常的饱满 那么还有一类青花 就是和我们中国的景德镇的青花比较相似的 像这个盘子 这个碗 尤其是像那一件龙门盘 这就和我们景德镇的这一种白瓷 和我们景德镇的青花非常的相似 比较幼 比较饱满 而且又比较这个精亮 今天在韩国历川 光州 康津 各地的陶艺村里 仍然继续生产着青瓷和白瓷 传承着陶瓷的命脉 首尔市内的人寺洞 以陶瓷的种类齐全而为比例 从陶器到白瓷无所不用 瓷器仍然是这个冬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 就是如果我们对朝鲜的白瓷 没有深入的了解 没有细心的这种体会 其实我们可能对高利这个民族的 他的审美 包括他的精神世界 我们的了解就不会太深入 对象里面熠人而言 百科不算许如仇佛 室内的制装性 比较 和重担心 这会认为了 百科不具体的一切 红社和白瓷又有关乎 一些特征的特征 所以主尔主要有关乎 日本普及尔主要 提供育出海 中的情深 aver 中国和日本 专家 體驗一個國家最好的方式 就是去認識它的文化 文化大官員韓國之行 歷時14天形成數千公里 先後走訪了首爾 慶州 安東 大邱 康金等地 我們有幸見證了一年一度的 團索里大賽 從演員們鋼腔有力的唱腔聲中 我們有幸見證了一年一度的 感受到了這個民族性格當中堅強的 我們在佛誕日這一天 在首爾市中心的曹西寺 看到韓國的普通民眾 對待佛教的一種態度 平和 快樂 出於對韓國傳統醫學的好奇 我們在慶州大學醫院 見到了神奇的電子把脈 以及電子艾鳩等 傳統韓藝的現代之路發展迅速 我們還來到了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 安東河回村 這裡是韓國儒學傳承的聖物 在這裡我們感受到了儒學 在韓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著韓國歷史上最為珍貴的文物 我們通過輕詞和白詞 超越時間和空間的界限 瞭解古代韓國人所追求的藝術境界 致身於韓國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感受文化的更換 感動於他們對傳統文化的守護 但最令人感動的是那些文化的堅守著 嘉賓李光虎為了表達對韓國儒學態度 李退席的敬畏之心 專門從首爾驅車近五個小時 趕到陶山書院接生採訪 此時他已年間期十 版索李鳴唱《宋順謝》已遇巴士高領 但為了能選出優秀的人才來傳承這門藝術 在長達兩篇的比賽裡 他一直聚精對神地欣賞每一個參賽者的作品 而金寬寺的介浩大師 為了能讓我們更深度地了解韓國寺廟文化 精心準備了素摘料理之作 讓我們從中明白 韓國佛教所追求的禪境哲學 他們是韓國傳統文化最好的守望者和傳播者 不為功利 默默耕耘 韓國佛教所追求的禪境 首先,傳統文化 保存、計劃、發展 尤其是想要發展 考慮和努力 必須發展 所以,文化是人與人之間 心靈溝通的媒介 韓半島的南北雙方 其實是一個民族 一個文化傳統 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 現在已經隔絕幾十年了 現在我們面臨著 千載一時 一時千載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 所以,這個歷史時刻的到來很不容易 我想,是不是在這個中間 這種文化的溝通和交流 為今天 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的到來 進行了很好的鋪墊 在這裡 東北先前 再一個人證明 和共和共和共和嘉州的 中國编過的 歷史時刻的 特别過於歷史時刻的 歷史年絕對 歷史時刻的 歷史時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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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